歡迎大家回到角色航廠航家閣 我是Yoyo 我是Jer 今天我們要回應一下坊間一直盛傳 我們在吃蕙蕙的事情 事緣出了兩條影片 關於加拿大賣車 一條是框台浩塔 另一條是WIN的罩名 有人到處散播謠言 說去到車行 經我們介紹 車行就會給我們錢 這件事其實是真的 只要你不能接純膠 車行就給我們一萬元 所以現在有幾十元買了 所以我們就有錢可以在這裡買樓 到底我們透過這個方法 在這裡買了多少層樓 老實說 我都想是真的 但其實是一元也沒有 首先說到Crown的一條影片 其實Chang是我們朋友 挺好的朋友 所以我打算幫這個朋友分享出去 出發點 每天都是想感謝 他幫你找到一個很漂亮的 去買一輛新車 而且我覺得Chang介紹這輛 其實其實都跟得很足 所以都希望把它介紹給大家 等大家都有些不同的資料 想大家都可以用一個 合理價錢買到自己的心頭號 更何況我整條影片 都沒有叫大家去買車的時候 就響我們 所以我進去找Chang 我這條影片主要是介紹 Raffle 以及找他講清楚 來到加拿大買車 有什麼情況 要注意 我建議大家 先了解自己的情況 然後再走幾間車行 一來每個A站開的價錢 都可能會有些不同 二來你問到幾萬 就更加清楚自己的想法 到底你是要提升 金融資金 還是你的單條文要給多少 相信你問到幾萬 你就會心想有個答案 所以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買了最後 就是曲解 去到車行 響我們那裡 就會有得便宜 甚至乎錢都沒有落我們的袋 至於Winip360那條影片 我們就覺得 我們跟他同聲同氣 他們的平台 跟車行爭取了一個優惠 我們的責任 就是幫他宣傳和推廣 所以是沒有什麼回湧的說法 所以我們經過了解之後 就發現 大家好像對Winip360 這個回贈優惠 存在少少的誤解 所以我們今天 就由頭重新跟大家說 這個回贈的優惠 到底是怎樣 首先你進去說 我們是90話介紹回來的 其實是沒有回湧介 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 沒有人認識你 正如影片所說 你現在就要說 是哪個360介紹你進來 才有用的 我們這些小說 說我們的名字有用的話 那就不達了 對不對 而優惠的回贈 其實就是Winip360 回贈都被成功買到車的 你頂的 那就是過了200元 簡單來說 其實你想買一輛車 然後你的朋友 就載你的車行 去買車 然後你的朋友 就跟Agent說 我今天提供他來買車 那當這一單 成交之後 車行就可能 給你100元 或者200元 你的朋友 這個例子 就是基於 其實你的朋友 之前已經在這個車行 買了一輛車 還有這個回贈的價錢 又真的有200元 那麼多 其實看看 Vinip360的一個例子 那Vinip360 就是你的朋友 所以你進了車行 就說 Vinip360介紹我們 來買車 那之後 Vinip360就會收到 200元的回贈 之後 他就會把200元的回贈 給你了 所以 而你的朋友 介紹你去車行買車的話 那他會給你200元 你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其實呢 如果有些 善長人用 有些 這麼正的offer 那 介紹一個 就有幾百元的回用 我們 又真的不介意 接觸 這樣接 畢竟 這樣收回用 發達 不是夢 對吧? 那最後一點 其實我們的分享 都是八字內心 我是真心的 看到適用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看到中伏的東西 都會分享給大家 所以 我們都是想幫到 一些 剛剛來到加拿大的 香港人 透過我們這些 媒介 讓大家可以走 一些冤枉路 那如果我是想 用一些 referral的方法 去讚討的話 那我就不會太辛苦 出去幫人拍片 對嗎? 就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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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再說幾次 搞這麼多東西 才可以讚得 你以為真的這麼簡單嗎? 對 所以我們都不太明白 四周圍 代我們宣傳 說我們收了很多錢 的人的心態是什麼 到底是基於什麼 的情況 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兩年前 香港人已經說 Fat Check Fat Check 收到消息 黑豹和奇異博士 和上氣 還有鋼鐵客 Mark 4和Mark 6 全部落去南邊圍 全部落去南邊圍 還有南邊圍橋上 鷹眼和黑寡婦 Standby 黑寡婦 三千日位 三千日位 大家收到這個消息 請轉發出去 好大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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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和我摔牙出去 中國少林寺的那群 現在在羅湖過關 那群沒有真 下來香港 看到有頭髮的 又打 到底 真的有幾多個人 真的問我們 喂 你是不是靠這些去賺錢 那又沒有 去到呢 我們走去問了 是不是有人 聽過這樣的方法 說我們賺了很多錢 原來才知道 某些人在不同的人面前 不停說我們 點點點點 收錢 收錢 那說真的 Winnipeg 又真的多大 你這樣多說 每個人都以為是真的 而我們呢 又沒有去到 真的要靠這些東西 去賺錢 賺錢 那如果我們真的有做 我們又不怕贏 但問題是 一元都沒有收過 我們整個youtube channel 經營了半年 才賺了五千 所以整個感覺 真的好扭 好像被人狠狠 最後 希望各位 如果聽到 或者有人散播 這些不實的消息之前 記得要先檢查一下 雖然這次 就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事情 都是純粹覺得 剛剛來到 好像被人狠狠的感覺 但我們都會有預感 這些事情 一定會接二連三來的 所以大家聽到一些 不確實的消息的時候 可以想一想 到底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至於這個事情的真相 就像大家這樣說 人魂逆魂 對不對 現實中 真的有些人 好像我們這麼傻 零收入 不停付出 這些事情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喜歡這段影片 就給你一個讚 訂閱你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IG 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星期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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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興奮啊 啊 啊